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中级会计学校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跟各位 介绍金融负债的 各种会计处理方法 在上一个讲次内 我们跟各位介绍了 金融负债的认列的时点 以及它认列时候的衡量 还有就是认列以后的 后续的衡量的方法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 谈的是各种金融负债的 个别的会计处理方法 就是各种金融负债 它的会计处理的相关的问题 那么金融负债实际上非常的多 各位应该都很熟悉的 比如说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银行的借款 那么所有各种的应付的这种费用 那么都属于所谓的金融负债 那么这个基本上 那些应付账款 应付的费用 应付的票据 他们的会计处理都相对的单纯 所以我们课文上都有介绍 那请同学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一个 比较最具代表性的 也是公司最多的金额最大的金融负债 就是应付公司债 那应付公司债 是金融负债里面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负债 那它的相关的会计处理问题 也是我们特别要提出来 跟各位介绍的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什么叫应付公司债 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说所谓的应付公司债 是指发行公司 就是一定有一个公司来发行 这个公司债 它是一个债务人 约定于一定的日期 那么有时候是一次就还本 所以在特定日期还本 有时候是分期还本 比如说发了十年的话 从第五年开始 每年付还十分之一 那么这样一直还的话 那么叫分期的公司债 那么一定的日期 或者是分期来支付一定的本金 那个本金它借来了 一定要还给人家 还有第二个 就是按期的来支付一定的利息 给投资人的这种书面的承诺 通常在以前的话 我们的公司债都是有资本的 所以你真正可以拿一张 这个公司债债券回家 那就书面的东西 上面有这个债务人 那个花钱的公司 那么这个票面的金额 那这个还会写清楚 利率是多少 什么时候付利息给你 这是书面的这个承诺 不过现在我们因为电子化的关系的话 上面那个书面承诺可能需要改 就不一定是书面承诺了 因为你看不见 已经是五指化的东西 所以就没有书面的东西 但是它还是有个合约 有个债务的合约在那边 实际上还是个书面的承诺 公司承诺要还本付息 那么这个就是公司所发行的 所谓的公司债 以这个债券的方式来发行的 那么这个公司债 为什么是变成一个 最大宗的一个负债 代表金融工具 金融负债的一个最典型的 因为它可以大量的对外公开目击 比如说有公司 它发生了100亿的公司债 借钱借100亿 像谁借呢 像大众来借 不特定的人 那每一个人 他可以我的钱少的话 我就只买100万可以了 我钱多的话 就可以买1000万 所以它就可以向很多人来募集 这个公司债 所以它是一个除了向银行借款以外 最普遍的一个举债的一个工具 这是硬户公司债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硬户公司债我们发行的时候 它的金额要怎么来决定 那么发行时候 我们要怎么来做记录 那么基本上 公司债发行的金额 就是说比如说它一定有个面额 对不对 100万或者是1亿 那它是不是能够卖1亿 或者是卖100万呢 照它的面额来卖呢 不一定 它决定为什么呢 它的售价 就是发售的这个金额怎么决定呢 基本上我们刚才讲过 公司债它有个票面的金额 我们举个例子说 100万好了 100万 它有个票面的利率 比如说6% 这个到期的期间 比如说5年 那每半年呢 复习一次 就是每半年的话呢 复3% 如果它年纪是6%的话呢 复3% 那我现在卖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卖100万的面值卖呢 也不一定 如果投资人 现在的市场的利率呢 要8%的话呢 比你的票面利率高的话呢 那么这个票面的这个金额呢 就需要用折价来发行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本金跟利息呢 按照市场的利率 折算的限值 才是这张公司债的公允价值 它所能够发行的价格 所以如果投资人所要的利率 高于票面利率的话呢 它的限值一定低于它的面值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叫折价发行 如果投资人所要求的利率呢 低于票面利率 比如说你的票面是6% 那么投资人说 哎呀5%就好了啦 6%太多了 那么呢 你可以这个限值算回来的话呢 就会高于面值 高于100万楼 也就是投资人愿意比面值 更高的金额来买你这个公司债 因为你美籍给它的利率 它太满意了 超出它的这个预期 所以它会先还给你一点本金 它只要5%就好 而你美籍要给它6% 它觉得呢 这样太多了 所以就还给你 这溢价来购买 这叫溢价发行 如果这个市场所要求的利率 刚好等于你的票面利率的话呢 那叫平价发行 好 那么这是这个 我们来看看呢 如果我们发行的时候呢 照这三种方式来发行的话呢 我们的记录要怎么记录 我们就来看一个记录 假设我们发行公司债呢 它的面值是20万 那么到期日呢 是5年到期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呢 分别按照平价 折价跟溢价来发行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记录 这个分录呢 应该怎么做 好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平价的话呢 就是面额呢 我们收到现金呢 等于面额 所以借现金20万 代应付公司债20万 这是市场要求的利率呢 等于我们的票面利率 如果是折价发行的话呢 表示市场要求的利率呢 比我们的这个票面的利率要高哦 所以我们收的现金呢 会比较少 借现金 比如说只有18万4千557块钱 那么我们代应付公司债呢 是这个20万哦 中间这个差额呢 我们另外设个科目叫做 应付公司债折价 15,443 这个叫应付公司债折价 这个折价呢 以后要摊销 摊销到零的话呢 应付公司债呢 它的本金就回到20万了 这是折价发行 如果是依价发行的话呢 表示市场要求的利率 比我们的票面利率要低 所以我们收到现金呢 比票面的金额要高 你看我们这边收到 21万7千061块钱 借现金 然后呢 我们代了应付公司债呢 应付公司债只有代20万 我们收到21万7千多 所以多了17,061块钱呢 这个要带一个 代方科目叫应付公司债抑价 应付公司债抑价 那么这个是一个代方科目 这是抑价发行时候的记录 那么这个 我们在发行这个公司债的时候呢 发行公司的作分录呢 它是基本上呢 要把一折价呢 单独设科目来入账 不是用净额法 不是用那个净额 我们买的人 投资人呢 他是用净额来记账 不把折价一价呢 单独那个科目 但是呢 发行公司的话呢 通常都会把一折价呢 单独设科目 那么这个是 折价的话呢 要跟公司债抵价 一价的话呢 作为公司债的附加的项目 把它加上去 作为它的账面金额 这是发行时候的分录 那接下来跟各位谈的是 那么发行出去以后呢 我们也会要认定利息费用咯 那么同时呢 要摊销一折价 如果不是平价发行的话呢 就要摊销一折价咯 这个利息费用怎么计算 那个一折价要怎么摊销呢 我们来看看 基本上呢 这个我们用其初的账面金额 乘上有效的利率 等于我们的利息费用 也就是说 我们每期的利息费用呢 是要按照有效利率呢 乘以其初的账面金额来认列的 而不是按照票面的利率来认列哦 好 那我们会收到的利息是多少呢 我们收到利息是站在票面的 好 我们来看 就是有面值 好 我们的这个面值呢 面额乘上票面的利率 就是我们的现金的利息 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收到的现金 那这两个的差额 这个利息费用减掉现金的利息呢 就是我们要摊销的溢价或折价 有时候利息费用比现金利息高 那我们呢就要摊销这个折价 有时候利息费用比现金利息要低 那我们呢摊销溢价 就是这个关系呢 这个公式都成立了哦 好 那么这是这个一折价的摊销 以及利息费用的认列的这个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看看 我们课本上的这个例子哦 我们课本上的十字一的话呢 是折价的摊销表 我们可以把整个的期间呢 五年的期间呢 半年一次都把它设一个摊销表 我们来看这个摊销表哦 就用有效利息法来摊销的 我们这边有贷现金 就是付现金出去的公司哦 然后借利息费用 贷应付公司再折价 刚才把那个折价科目把它摊销 我们来看第一个哦 第一年的这个半年的话呢 你看到十年的六月三十号 我们公司付了八千块钱的利息出去 八千块钱 因为这个票面的利率呢 是百分之四 那么百分之四乘上二十万 就是八千 可是我们的利息费用呢 是按照这个期初的余额 一八四五五七 乘上有效利率五百分 所以得出的是九二二八 这是我们的利息费用 借利息费用 贷现金 那么这个差额呢 贷 贷一二二八 就是贷应付公司在折价 贷 所以呢 这个折价呢 会越来越少 会摊 摊销 到最后是整个折价全部摊销完 那我们的账面余额呢 会逐渐地增加 到年到期满的时候呢 刚好累积到二十万 累积到二十万 这是这个有折价的时候呢 我们的摊销 那么 溢价的这个摊销的话呢 溢价的摊销也是一样 公司是一样的 不过呢 我们的溢价 因为是属于代方科目 当我们摊销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借溢价这个科目哦 好 我们现在呢也请同学来看看 我们的溢价摊销表 这张表 这张表的话呢 就是公司在的溢价摊销表 也是用有效利息法哦 你看呢 它也是一样的借贷现金 八千块钱 但是我们的利息费用呢 比它少了哦 你看只有六五一二 因为我们只存在三%的有效利率 有效利率就三%哦 所以我们要把溢价呢 这个代方余额呢 也要把它借掉 所以摊销掉 一四八八 就是借利息费用 借溢价摊销 贷现金 这个借这个科目 借这个科目 金额 然后贷这个金额 所以呢 这个是借贷是相等的哦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提出余额呢 会逐渐的减少 从217061 变成215573 然后214040 一直到最后呢 变成20万 20万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溢价摊销表呢 基本上它的原理呢 都是一样的哦 刚才跟各位谈到 公司债的发行的记录 以及它的 任内利息时候的 摊销 溢价跟折价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跟各位介绍 公司债发行的成本 如何来处理 公司债发行的成本呢 有时候是蛮高的 什么成本呢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签证的费用 包括会计师的费用 包括律师 帮我们炒泥 那个公司债的合约 包括银行的这个签证 我们的公司债券 他要盖个钢印 说这个是真正 你公司发行的 包括我们的经纪商 帮我们承销这个公司债 我带你卖这个公司债 给我的顾客 我要收取一个用金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公司债的 发行成本哦 这些发行成本 我们是不是把它 当作费用呢 不可以 在以前的话呢 早期我们的会计处理呢 是可以把公司债 发行成本当作费用的哦 现在呢 不可以了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就把它作为我们的发行价格的减少 比如说你发行一百万的公司债 按到一百万卖的话呢 收到一百万现金哦 但是你付了百分之五的发行成本出去 实收现金只有九十五万 那我们呢 现在只能够把这个五万块钱的 这个承销费用呢 从这个售价里面减掉 净收入只有九十五万 以九十五万呢 而我的利息是不变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效利率就会提高了 换句话说 我们的利息 这个发行成本呢 是从售价里面减除 而增加我们的有效利率 以后的增加我们的利息费用 用这种方式呢 来负担我们现在的发行成本 而不是在现在呢 一发行出去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当做费用 在由这一期来负担 不是的 是由以后的各期来负担 就是发行成本的这个做法 那么再来呢 就是要跟各位谈到什么呢 谈到的就是 我们的年终的应激利息 有时候呢 我们的公司在的复息的期间呢 不是刚好在年底复息 又为什么呢 年底复息的时候 大家正在忙的时候呢 那我还要在复工在利息 就很麻烦了哦 所以故意会把它错开来 错开来比如说 我发现了这个负担的利息 什么时候复息呢 比如说10月1号复 那么跟4月1号来复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在你的结账的那一天 来复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但是我们的利息负用 还是要把它认列正确哦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年终 没有付利息的话呢 我们要把应激的利息呢 把它补入账 把利息负用入账 然后呢 把一则价呢 也要摊销到年终结账的那一天 就是年终的应激利息的这个认列 它的方法呢 就很简单 就跟我们刚才那个利息负用 跟一则价摊销一样的方法 只不过期间呢 不是整齐的 而是这个 比如说三分之一啦 或者是二分之一啦 用这种方式 那么接下来跟各位谈到一个 就是我们的应付负债呢 在财务状况表中 要怎么来列报 刚才讲过 我们有设一则价科目 对不对 所以在财务状况表中呢 我们这负债科目 我们列在长期负债里面 长期负债 应付公司债 比如说二十万 好了 我还有这个一万五的这个折价 怎么办呢 那个折价呢 我就减应付公司在折价 所以我的应付公司债呢 变成十八万五的进额 就是把它列为这个进额 把它抵消掉 如果是有议价的话呢 就加到应付公司债的面额 比如说一万七千多 那我们就二十一万七千多 应付公司债二十万 加公司债议价一万七千多 不可以把它呢 把议价单独做一个负债科目 也不可以把折价呢 因为它借方余额 不可以把它列为资产 不可以 它应该跟那个公司债呢 来抵消或者是来付加上去的 这是在财务状况表中的 这个表达的方法咯 好 接下来跟各位谈的是库厂债券 有时候呢 公司发了 比如说发了一亿的公司债出去咯 它流通到美籍付利息百分之六 而现在突然间手头上呢 有剩余的资金 剩余的资金的话呢 它拿去投资也赚不到百分之六啊 那你干嘛要付百分之六的公司债呢 所以我就从市场上面 把这个公司债买回来了 按照市价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 买回来呢 我又不想把它注销掉 因为想说以后有需要资金的时候 再把它卖出去啊 所以我就把它摆着 这个摆着的话呢 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库厂债券 变成库厂债券哦 这个库厂债券呢 这个处理呢 也是一样 买回来的时候呢 要把所有的一折价 都把它冲销掉 只不过呢 我们本来要借应付公司债的了哦 贷现金嘛 对不对 然后借应付公司债 现在呢 应付公司债不动它 改用一个科目叫库厂债券 这个科目来代替 借库厂债券 然后借公司债议价 公司债折价 因为它原来是 议价 原来是贷款科目 我们把它借溢价 如果是原来是折价的话呢 我们就贷折价 那么这样再处理 等到我们再把它 卖出去的时候呢 似同新的发行 我们就贷库厂债券 借现金 这是我们的库厂债券 这个处理方法 好 以上呢 是有关这个公司债的 这个处理 都跟各位讲完咯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另外一种公司债呢 叫可转贩公司债 那么它这个性质呢 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呢 叫复合工具 复合金融工具 好 那什么叫复合金融工具呢 这个是我们来看看 ISB呢 就是国际块的准则呢 它有个规定 就是说 当一个金融工具呢 包含有一个组合约 所谓的host contract 像这个公司债 这个组合约 即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潜入式的延伸工具 就是潜入一个延伸性的商品 潜在那个组合约上面 各位我先举一个 你就知道可转换公司债呢 它的转换权就是一个延伸工具 延伸性的商品 转换权 也就是认股权 我可以行使 我也可以不行使 那么把它潜入在这个公司在上面 于是我这个公司债呢 就变成可转换的公司债 可以转换了 那么这个呢 就叫做复合工具 叫做hybrid的工具 IAS39号呢 把它称为混合工具 或者是结合工具 这个hybrid或者是combined 那么这是从投资的观点来看的 如果我们从发行的观点来看的话呢 他又给他另外一个名称了 那如果混合工具呢 如果包含一个债务工具 组合约是债务工具 跟前路式的延伸工具呢 是个权益工具 认股权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从这个债务人的 发行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呢 它就称为叫做复合工具 叫做compound instrument 上面是这个所谓的combined 或者是hybrid instrument 这边的话呢 从发行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叫做compound 这个instrument叫复合工具 好 那这个复合工具呢 我刚才讲过 可转换工具材呢 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复合工具 它包括应付工具材本身组合约 包括转换权 认股权 转换成公司的普通股 这个认股权 它这个延伸工具 合起来就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复合工具 那么复合工具呢 既然包括了权益工具 转换权跟债务 那么这个负债呢 它将来的处理方法呢 可能按照摊销或成本 也可能按照供应价值 就看你的这个 应该适用的条件 可是权益工具的话呢 就算转换权呢 一入账以后呢 永远不动 永远不能动它 所以这个时候 两个衡量方法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那怎么处理呢 所以我们在发行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把它拆开来 一发行了之后 就把它分开来 以后个别分道扬镳 个别来处理 不像投资人 它的处理都一样 因为都是它的资产 这种资产 所以它不要分开 但是发行人呢 因为一个是负债 一个是权益 股东权益 所以一定要把它分开来 把这个权益组成部分 跟负债组成部分呢 要把它分开来 好 怎么个分开方呢 我们来看看 它的分开的原则 就是当我们发行 这个复合工具的时候呢 在原始认列的时候 要把权益组成部分 跟这个负债组成部分呢 把它分拆 那么分别认列 而且后续呢 不能更改 好 那么在这分开的方法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就是先计算 不含转换权的 公司债的供应价值 就是假如这个公司债 是单纯的公司债 没有转换权的话呢 它的供应价值是多少 然后呢 以此价值作为 负债组成部分的 原始认列金额 就是这个公司本身 它如果原来 就是不能够认列的话 不能够转换的话呢 它值多少钱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把整个的 复合工具的总价值 就是全部工具的 这个发行价格 减掉负债组成部分的 供应价值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给权益工具 这个余额 作为权益组成部分的 原始认列金额 也是它的账面金额 我们是用这种方法来认列的 好 我们现在呢 也举一个例子呢 来跟各位来看看 那么我们这个 公司在发行的时候呢 应该怎么来计算 怎么来计算 假定说呢 长安公司 好 我们现在来看 长安公司在十年的 一月一号 按面额发行 可转换公司在一千张 每张面额一千块钱 就是一百万了 三年到期 到期的是 十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 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六 每年呢 十二月三十一号 来复习一次 好 复习一次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公司在旅通期间 持有人可以每股 二十五块钱的转换价格 转换长安公司的普通股 就是转换 那么该公司在发行的时候呢 相同条件 但不可转换的公司在呢 它的市场利率是百分之七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 它的公允价值了 它如果不含 这个转换权的话呢 公允价值应该是多少 好 我们就是讲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哦 这个公司在不可转换的 这个公司在的公允价值呢 怎么算呢 利息的年金限值 利息是每年呢 百分之六 就六万块钱哦 乘上三年的这个年金限值 按照百分之七来计算 年金限值 等于十五万七千四百五十九 然后呢 本金的复利限值 因为本金就一笔了 三年以后收回来了 一百万 乘上复利限值的因值 等于一百万呢 乘上零点八一六二八九 等于八一六二八九 这个加起来 就是我们的公司 在不可转换的时候的 公允价值 九七三七五七 好了 可是我们实际上的 发行是一千万 一百万块钱哦 所以这个差额呢 就是代表转换权的价值 也就是代表呢 生余的权益的组成部分的金额 在账面金额是这样的哦 我们希望得到分拆 那我们做的分路呢 借现金 是一百万哦 借应付公资的折价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公资面额是一百万哦 可是实际上 它的公允价值就有九七三 所以我有折价 多少呢 折价是二六二四三 二六三 然后呢 我们代应付公资一百万 代资本公积 这个就是我们润股权的 这个公允价值 润股权 当时的公允价值 二六二四三 这个以后不会再变动哦 就是任劣发生 可转换公资时候的 这个会计处理方法 好 那刚才呢 跟各位介绍了 可转换公资资 发行时候的这个记录 就怎么样把它分拆 那么发行以后呢 我们每期复习的时候 以及到年底 要发报表的时候呢 就要任劣利息费用 跟贪销一折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管那个权益 资本公积的部分哦 我们就单纯的就呢 公私债呢把它当作一个 不可转换的公私债了 已经变成这样 所以按照那个任劣 这个利息费用 好 我们来看看呢 刚才举那个例子哦 如果我们任劣利息费用的时候 到十年的12月31日的时候 我们借利息费用 怎么算出来的呢 以它的其初的金额 973 757 乘上有效利率7% 所以是68163 然后待应付公资 折价 8163 因为我们真正的付的现金呢 就有6% 就是6万块钱 这个差额 8163呢 就要把折价摊销掉 就是任劣 这个公私债的这个利息 以及摊销折价的这个方法 好 这是这个可转债 那么可转换债呢 将来就有两个规宿 一个是我自己把它买回来 把它注销掉 一个是人家拿来转换 就把公私债还给你了 我把股票给你 就转换 那所以我们可能从公开市场 把这个公私债买回来哦 那如果买回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假定我们买回来的话呢 我们要 我们是买回两种东西哦 买回我们的债务公私债 买回我们的股东权益 那个资本公私债认股权 所以我们的买回的金额呢 也要把它分拆来 成为这两个部分哦 怎么分拆呢 按照买回时候的 负债的供应价值 分摊给公私债 那么其余的差额呢 就给这个买回的 这个资本公私 好 我们也举一个例子来看看 好 我们假设呢 这个在11年的7月1号 长沿公司呢 按照106 就是106% 加印记利息呢 从公开市场买回五十五百张的 这个可转换公私债哦 那么长沿公司呢 硬认列利息费用到 并摊销折价 到买回的那一天 也就是半年哦 得出买回日的摊销后成本 好 得出买回日的摊销成本 然后呢 假定该日的公私债的公允价值 好 是该日的公允价值 假定长沿公司呢 发行剩余的一年半 公私债剩余期间哦 一年半 复习百分之六 原来的账票面的利率 不可转换的公私债 按当时的市场利率的 折现的这个金额是 五十万零五千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买回来 公共债的公允价值 好 所以整个的买回价格 五十三万呢 要负担五十万五千呢 分摊给这个公私债 那么其余的呢 就是两万 其余的是两万六千两百四三块钱呢 就作为购买我们的这个权益 就是资本公积的一个金额 好 那么这个金额 好了 那么我们的相关的分路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我们先把它利息费用 任务到七月一号 利息费用 这个184 就是提出的余额 乘上二分之一半期 乘上七% 再乘上二分之一 然后带应付公贷折价 应付利息 这两个 应付利息 就把利息呢 论列到那一天为止 然后冲销公司债 借应付公贷五十万 借应付利息 这个要付给人家了 借债务清偿损失 好 我们买了超过我们的账面金额的部分 带应付公贷折价 六八五六 这个算出来 带现金 这是我们的分摊给他的金额 以及呢 这个一万五千块钱的利息 加起来五十二万 然后呢 就是负债组成部分的 买回来的价格的损益 那么资本公积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有付了钱 付了两万五千块钱去买的 我们冲销资本公积多少呢 资本公积的认可权 二分之一 是一三一二二 那么差额呢 就是我们多付的部分 我们就减少我们的资本公积 借资本公积 库长股票的交易 就是这个我们赎回来的时候 这个买回来的时候的 这个处理方法 好 这是买回的时候 那么再下一个呢 就是转换的时候 当这个持有人拿来转换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好 我们得来看看 转换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转换的时候要计算那个利息到那一天 然后得出他的账面金额 然后呢 以账面金额呢 直接转到股东圈就好了 不按照公允价值 都不要管他哦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这个转换的这个处理方法 好 这个投资呢 在12年1月1号呢 执行300张可转换公私债的转换权 按当时公公债跟认股权的账面金额呢 转捏为发行股份的对价 所以把利息都专捏好了以后呢 账面金额呢 就直接转了 好 直接转到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借应付公公债 五百 这个五十万 这个五分之三 这三十万的 他拿三百张来转 资品公积也是按照五分之三 生下一三一二一 乘上五分之三 这个也把它冲销掉 然后呢 应付公债的折价 也是按照五分之三 把它冲销掉 二八代二八零四 那么我们呢 发行股本 十二万 股本十二万 然后呢 生下的呢 全部作为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好 这是转换时候 按照面额 好 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跟各位讲到这里 至于是又到转换的部分的话呢 请同学看一下 我们的课本就好了 好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